他要做点生意 我说可以 给他17万 做了吗 没有做 所以他在工作这方面的态度 一直是比较消极的是吗 对 消极的 他就是一个男 一个好吃 但是我对他说的 家里烧饭啊 买菜啊 小孩姑姑好 也是工作 结果并没有 媳妇到最后也想怪我 儿子也想怪我 不得儿子的权利 因为他们结婚以后 一年多了 我感觉也不错 那么我想我早晚 要交给他们的 我老是去搞房租 搞什么也挺麻烦的 我给我儿媳妇钱 为什么交给儿媳妇 交给儿媳妇 我儿媳妇比较细心 儿子呢 我怕上呢 福利乎都不要去 买大麻将啊 不要什么去搞掉了 明白 这个钱给他们呢 我说儿媳妇儿子 你们把这个钱管好 把这个家里住好 小儿培养好 到前一年 他们来个吵架了 夫妻两个 为美的饭吵的 为八块钱 九块钱给我吵的 吵的 为什么 我说为八块钱 九块钱吵什么呢 为什么不开心呢 他说我的父母 为几块钱 利息都算了 我就没有话说了 到最后 我儿子 他说我营养卡 总的没有一项钱 在我儿媳妇这里 我儿媳妇挣的工资 自己包裹 一份不花的 我也想会了 我跟儿媳妇的说 你改顾她钱吗 我儿媳妇她 你为什么没有改 我说你错了 因为你也跟我她 我说三四万 怎么改她的 为什么 小孩买点玩具 吃点早点 这个你没有料到 会是这样是吗 对啊 你确定我没有 好 她手机里的钱 你转掉 我说 你不了人家饮食权 我带儿媳妇的工作 觉得是好的 但是她那时候呢 那个女的比较坚强 钱扛得太重 那么总的钱多少呢 房租费 天天工夫是七十四万 那么前面的房子呢 每个人三万 买了五十万 还有十三万 我带儿媳妇 打过去十万 那么我有一次 九万五千 现金我也给儿媳妇 那么有一次 正在他们炒制起来 我也给两万 那么到现在 我儿媳妇手里房子 银行案件还掉以后 还有九十四万多一点 但是都叫她拿出鞋 她也拿不出来 好 作为了老公的 夫妻两个的 一个老公通通记忆 我以银行成了多少 理事成了多少 要告知 要透明 我儿子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他们不开心了 我儿媳妇拿出来 清单改我 儿子没保险 自己没保险 七错开支 什么开支 完了 结果 让你给我拉出来 做着我儿媳妇用的 手机里买东西 买得太多 我儿子也没了 我是今天才知道 我公公去拉单子了 不过他之前是给我 大致地算过一笔账 算这个账的时候 你心里会有什么想法吗 就是走到最后了吧 大概 是不舒服的 对啊 也能理解 毕竟是他爸爸 在夫妻经济这个状况上 一定是公开透明的这一点 你觉得你做对 这个我觉得我承认 可能是舒服了 像之前吵架也说过 我说我们开一张共同的卡 你的卡也没关系 我的卡也没关系 我们俩所有的钱都放里边 你要用的话 你跟我说一声 但是你也不了了之 反正又恢复原来那样了 公公所讲的 每年给他个三四万的零花 这一部分你不考虑吗 三四万他也不够 哪怕三四千 问题是给没给 没给 我的想法就是 你不可能总一辈子靠这个活 为什么要给他忙 所以又卡在那个点上了 对 你得积极 你得上进 对啊 我觉得他给不给我这笔钱 我其实无所谓 我感觉不是钱的问题 我觉得他让人心特别狠 我感觉他根本就不爱我 就是人的问题了 是我们情感的问题了 对 谢谢大家